那麼多位 麻煩你 這樣就沒想過 如果這首歌是純說女女 說我和女女的關係也好 或者說我寫關於女女也好 都可以是一個想法 但我沒有特意錄音 但我經常拍片 我經常見到你 整天都在拍片 很多話說 現在說多了 譬如看電視 那些教育電視會突然說個字 讓你去學 他以前是不知道那個位置是他要學 現在他會懂得跟著他講 電視說Red Red Boo 我不覺得他是特別厲害 但是他有一件事 因為他又說 他又聽中文又聽英文 所以其實理論上 他學語言 即他開始make sense 是會遲些的 理論上是會 因為他要把兩種不同的語言 放在一起去做一件事 去理解一件事 其實對他來說是難一點的 因而我覺得 他會變得慢一點 可能在說話那方面 有時在同歲數 同月數的BB裡面 我們也有些完整一點的句子 在BB身上出現 他依然有些音 我知道他發不到 那他最能說什麼 爸爸 爸爸 BB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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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 有時 他懂得叫自己的名字 但你要問得對 你不可以問他BB叫什麼 你不可以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會說什麼名字 對 而你要問他BB 你有時問他BB叫什麼名字 他就會懂得說 Abby 但是就是 Hit or miss 有時中有時不中 很好笑 你有沒有看今天醫生 沒有 他幾時直播 幾點直播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沒有我沒有看 但我有看到一些 Post 關於Lady Gaga Show 你會不會對國際唱廣東歌 對國際唱廣東歌 會 如果有機會一定會 我覺得 其實都是選一首自己想唱的歌 有可能是廣東歌 可能是 英文歌都不出奇 我想幾件事你可以想的 你最終決定是怎麼做 當然你有一個想法 可能他很刻意想做一個 做一個自己語言 本土語言 去帶給外國去看 那就好了 有時就會是想 融合 融入外國的文化的時候 不是唱英文歌 也有 我想兩個想法都可以 下個月就有一個表演 好像是 你也有一個三月 是 在我角度裡 我覺得未必一定要 以正能量的方向去發展 因為畢竟那件事都是 希望大家去享受 即是你掌握到這個表演 你未必一定是在歌曲裡 想帶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算你也好 其實你也會再說一次 那時候 如果音樂對我來說 在這個時刻 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享受到大家 可能能享受到大家 之餘也能享受到自己 所以我又沒有說 一定要唱荔枝歌 不荔枝歌的